跳槽床危机一直以来不是民众党都这样吗 不管是科黑啊 还是我们针对我们民众党的这些人 都可以上我们正论节目不是吗 好 各位在探紧 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以来民众党的一个存在 当然啦 大家很关心我们最近的集结 没有办法像第一场那么多人 那没法逃避啦 你要记得哦 我们连客厅会哦 十个二十个我们都办了 地方都是这样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心民众党的未来 还有柯文哲目前意大了一个部分 我们该怎么来声援他们 其实民众比我们党部的所有的人更加的热情啦 其实我们关于这一点 我们是比较没有那么担心啦 但是当然啦 每一场活动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出来 但是要记得民众党的这些集结 大家都是有四融工商都要做工会 他没可能这么多 没想到还有什么 还要陪伴家庭啊 没有孩子啊 那有可能利用大家的效果的时间 都来帮民众党 这个也跟一般的其他两党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啦 但是 居然有少一点人 但是我们中央党部也要好好检讨 是否有什么地方要来改进的 还是把一些活动 来做一个趣味性的表现 不要太过于政治化 我不是不应该做一个发展吗 我不是不应该做一个发展的 多么多上 有点 mobile 有点 mobile 多么只能把第一党 大红 它的 这么有的 没有 是 特别